阿里巴巴 09988,腾讯 00700及美团 03690大跌,看来有不少人相当高兴,未曾赢过,于是落件揽炒,其实投资属于个人私事,人家赢输,对自身毫无影响,如果沉醉于这种无聊的精神胜利,只会偏离真正重要的目标,想要庆祝,不如留待达到财务自由的一日才算, 另一种错误则是太过悠由寡断,然后又太过执迷糾纏,上周四阿里租内地立案调查,垄断的消息曝光后,对其短期风险当然已经清楚明白,当时便需决定是去是留,顶多是设置一个容忍极限,失手就减持,假如决定死守的话,那么在消息面没有新变化之下,唯有咬索牙关崖下去,不能够被预期内的最坏情况左右深刻, 自从传出SoftBank爆买NASDAQ巨型股份认购其权后,不者组合就远比以前分散,策略上要被重就轻,转头中小型股,这些股份始终风险较高,加上市场深度较差,所以要增加股份的数目,来用纳减持巨型科网股所腾出的注码,要寻找大批出的目标,自然更花心神, 如果一路沉迷于阿里去留的讨论,根本是浪费时间,香港股市转型为知识型股票主打的日子始终比较短,不少投资者其实未曾做好应对大波幅的心理准备, 阿里当然挨得惨,加上有政策消息触发跌势,怨声再度是正常,但其实相比最高位,阿里巴巴回落幅度大约3成2,无事无干,纯粹炒爆之后正常调整的Zoom,ZM,亦已从最高位跌超过3成6,我们当然不会取笑成哥有食不食,只会继续欣赏他的先见之明,要克服知识型股票的大上大落, 需要靠分散投资及注码控制,可视在好日子的时候,大部分人的心态却是赶着要发达,幸运的话的确很容易赢,以为自己功力大进,终于成为股神,为大部分人的经验是高追坐艇,不知所措一段时间,最后捱不住斩仓,跟着再在下一只股份上轮回一次 在一波大型升市之中,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,近期美国中小型股极极之疯狂,气氛如此澎湃,风险反而上升,即使指数可能由板块轮动顶着,个别股份却有机会陆续出现大调整,如果还是缺乏张法,相信大概率送死。 在这个中午及导致,舞进去也是二 count月